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什么样的衬衫 配什么颜色的领带 喷什么牌子的香水 她都要管 有那么夸张吗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我妈呀 老把我当小孩子 看什么呢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您是阮江西阮小姐吧 您比电视上还漂亮啊 老板 请问这个怎么卖 先生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非卖品 放在这里当买着不卖的 难道就不能商量一下吗 这 店里面还有其他的 您再挑挑看吧 你看 这里还有很多 再看这里 何北哥 我看这个也挺好看的 你看呢 算了 我们走吧 干嘛非得要这个 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一模一样的 对不起 容总不见您 您还是走吧 尤家戏 开口道歉有这么难吗 就你要面子 人家容总就不要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好好的去跟容总道歉 如果再弄砸了 就是我不开除你 你自己也没脸呆了吧 妈 又见面了 咱们真是有缘啊 来找容总的 为了一双客鞋这么生气啊 没必要啊 这跟鞋子没有关系 那是容总啊 那被人吃豆腐 陪客户开房间 就让案子我做不来 容总就是那副德行啊 我看不止他吧 很多人都一样 不过好巧啊 都在这幢大楼里 喂 喂 我由公司卖老命拼业绩 没想到居然败在一个色配手里 啊 佳琪 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哎呀 你瞎了 没看见他在打包吗 佳琪 事情好歹还有转环的余地 你这是干嘛呀 我自己引就辞职 总比被老板开除好一点吧 哎呀 这个事情都怪我 早知道那天 我和你一起去见容总就好了 好歹 我也是公司的创意总监嘛 我说你这个人文明也太喜欢 骂后炮了吧你 我怎么骂后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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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 我我我我我什么我 你你你干嘛 你你干嘛 你你干嘛 走啊 你去哪儿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吵什么呀 佳琪 你这是干嘛 我根本就没有见到容总 对不起我搞砸了 为你就辞职 算了算了 你遇到贵人了 快接一线电话 容总打来的 快去接啊 接呀 哦 哎 好好 容总您好我这有佳琪 哎呀 我今天真的忙 所以没时间见你 别介意啊 啊 哈哈 我听说你和我那老弟 阮政东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哎呀 早知道你们这样的关系 就没有这样的误会了吗 哈哈哈哈 哎呀 这样 有空到我们公司来 我们把合同明确明确啊 怎么样 拜拜 那就这样吧 啊 我等你啊 啊 就这么说定了啊 拜拜 嗯 哎 拜拜 哈哈哈哈 が 哎哦 三 你好啊 张老板 你好 我是西子州剧的主持人江西 我那天去过您的店里的 您还有印象吗 记得 我当然记得 您太有名了 很荣幸您能关联我们的小店 张老板 我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 对 就是前两天那个音乐盒 我和我的朋友看见的 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 是 张老板 如果你觉得因为坏了而不卖给我们的话 你不用想那么多 我们自己可以修啊 对对对 您这是成人之美功得一见 太谢谢您了 好 您放心 我过去的时候 一定带上我的签名照片送给您 好 那好 我录完影之后就给您送过去啊 就这样 拜拜 太好了 太好了 在哪里啊 我去帮你拿 你听到了 你说得那么大声 我可不是故意偷听到的 也不是别人不能听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而已 一看 就是个很重要的朋友 瞧把你乐的都不行了 也不是 地址给我吧 一会录完节目 肯定交到你手里 那太谢谢您了 你去的时候带上我的签名照吧 我答应老板要给他的 行 还真 走吧 好啊 说是上次那个地方吗 对 就是前面那个地方 上次我们去过一个酒吧 有特别多的人 哎 你们也走了 是啊 今天我们约好了 可得早点走 哎 你们都约好了 走 先去看电影 哎 我们也去看电影呢 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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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 怎么都走光了 喂 大门广告 你好 郭静在吗 他 他下班了 你要不要打他手机啊 我手机要是打得通 怎么会打到他这里来啊 那你要留言吗 我帮你转告他 现在找不到他 明天也来不及了呀 小姐 你没事吧 死不了的 你好 您所拨打的 搞什么呀 嗯 八六八四 八六八四 喂 阮总您好 我是大名广告的尤佳琪 非常感谢那天 在荣总面前帮我一个大忙 不知道您可否赏光 我想请您吃个饭 吃饭改天吧 今天你盯得到我这个人 算你运气 但你盯不到餐厅的 咱们打球吧 怎么会订不到餐厅啊 请问您想吃什么啊 你还在公司吧 我二十分钟后到你公司接你 乖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比0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愿赌服输啊 我看啊 老秦都该拜你为师了 走吧 你自己说的啊 十件礼物 和平哥 希子 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就过来了 送我的 打开看看吧 会不会是因为你崇拜者太多了 送的礼物办公室都放不下 所以才放到我这来了 喂 今天是情人节 又不是愚人节 我 对啊 对啊 我给忘了 那如果是情人节的话我就更不能收了 你想 万一让你粉丝知道的话 你的身价可是会打缩水的 那可不行 必须打开来看看 看看嘛 好吧 怎么会 你怎么会买得到呢 这个呢 当然是因为我的恶势力咯 开玩笑子啦 其实呢 这个老板啊也是我的粉丝 而且呢 我已经是把好话都说尽了 最后啊 还送上了我的签名照 他才给了我那么一点点的面子 我知道了 这就是所谓的 明人笑意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吗 不过 让我想起以前的女友 那时候 我曾经 早知道 是为你钱人有少的 我就不费那么大力气帮你了 好了好了好了 和平哥给你赔礼道歉 我请吃宵夜好吗 不够 我觉得呢 你至少啊 还要陪我去逛到商场 然后买份礼物送给我 好 遵命 走吧 走 去买礼物 我要看看你知不知道 别着急啊 男的礼物最难挑了 一百年都没有帮男人 透过礼物啊 我哪知道要买什么 走 谢谢啊 等一下 我跟你说啊 我找了好久了 竟然被你找到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行了 把这个包起来 包 包什么包啊 包起来 想一想我帮你拉到的生意 跟荣总几百万的案子比起来 这个音乐盒呀 太便宜了 算你狠 对了 剩下的礼物呢 我就不指定了 帮我挑一些女人喜欢的东西 我要送给我的女朋友 你可真能买卖这么多东西 这边都转过了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都送这种廉价品不太好吧 我跟你说 你这种观念一定要改 好女孩看的是你的心意跟感情 坏女孩要的是你的现金跟身体 价钱不是最重要的 待会儿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嗯 喂 哦 我知道 那你是好女孩还是坏女孩 我不好也不坏 爱情跟面包对我来说 一样重要 好 你放心吧 就这样 西泽 电话打完了 看什么呢 没有啊 我跟你说啊 你肯定想不到 我刚才看见我哥 和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呢 居然不挑名牌商品 而是在抢购特价品 你哥在这儿 嗯 那打个招呼啊 在哪儿呢 和平哥 人家在和那个女孩谈恋爱呢 咱别去讲话啊 我们两个自己逛嘛 你干嘛 还是我来吧 这些东西要你大半个月的薪水吗 那是我的问题 愿赌服输 好 我 我 這 你个osh 你是说我特别倒霉 特别小气是吧 你如果赶时间缺送礼物 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打车 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打车 怎么了 不愿意和我一起死 今天是情人节 今天是情人节 你不愿意和我一起死 万一我们两个死在一起的话 会有人误会的 你倒是挺顾虑别人的眼光 那如果有个男人肯为你死 你会珍惜吗 你说什么 我说 如果有个男人肯为你死 你会珍惜吗 你小心点啊 你看路 你看我干吗 我不相信有一个男人会为我死 会为女人寻死的男人 肯定也没什么冲息 小心点啊 铁车 王贡神 救命 拍掉 symbol 好痛 你有毛病啊 刚才差点撞到了 看你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 原来是个纸老虎 阮先生不好意思啊 你想游戏人间的话 我不能奉陪 这种拿生命开玩笑的事 我做不到 我要下车了 我是一个赛车生的 赛车 甩尾都难不倒我 这不过是个小小的刹车 当你坐上我的车 就应该学会信任 因为我说过 不会让我身边的女人受伤 我说你倒挺会为自己开拖的 明明是你的错 现在怎么又怪到我头上来了 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我阮正东的车上 只要你乖乖待好 再大的灾难 我们都可以幸免遇难 非常谢谢你今天安全地把我送到家 是啊 晚安 再见 等一下 看你的情形 今天应该收不到礼物 就当做安慰吧 阮先生可真会把握时间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要把我损到家 谢谢 就算我把你损到家 今晚你还是有收获的 是啊 谢谢你 再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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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碰到老秦了 把这个月的老宅寄进都输了 我们不想千万回 ig 这个我找了好久 就是我想要的 我竟然被你找到了 游家琪 讨厌死了 总是要吓人家 你呀 看这个音乐盒的时间 比我都长 早知道这样 就不送你了 下气鬼 有人在和音乐盒吃醋 你说怎么办 我就吃醋 我就吃醋 佳琪 我找回了音乐盒 可我能找回你吗 佳琪 你说这是什么事啊 人家小珍才二十二岁 就结婚了 我现在连个鬼影 都没看见 那些什么狗屁连衣射 还收那么贵的钱 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总有一天我到消息 去告他们的 都什么人呢 白瓜烈草 没一个好东西 还不是只有你这种人 才会去 关你什么事 拿来回那带着去 我又不是找你的 去 去 佳琪 我昨晚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去啊 清人节怎么过的呀 我在跟周先生约会啊 周先生 你哪认识他 周公先生 我昨天晚上 约他十点见面 佳琪啊佳琪 大好的情人节 你却给了周公 好歹你身边 还有一个真男人 我啊不需要男人陪 倒是你郭静 你最近是不是又交了 哪个新欢甩旧爱啊 人家电话都打到公司来了 哪有啊 你别毁坏我的名誉啊 他是没有说他是谁啊 但是那声音听起来 就是未成年少女 你不要做什么坏事啊 哎呀 你看我郭静 是那种人吗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我家的亲戚啊 来杭州旅游 你看我忙的 把这个事情都忘了 我现在跟他们联系啊 对了对了 这是荣总的广告方案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冲一步 就做别的案子了 嗯 OK OK 嗯 亲戚个大头鬼 佳琪 你相信吗 喂 刘佳琪 学长 哎 好久不见啊 你好吗 哦 我很好啊 学长 你最近有没有空啊 没有啊 出来吃个饭哪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今年的总体业绩 已经到达预期目标的百分之五十 其中最新款的车型 已经到达设定目标的百分之六十 是表现最好的 这个月的业绩呢 这个月的业绩略微下滑 可能跟对手推出一款新车有关 对方从一开始就特意压低价格 目标就是针对我们这款新车 我要你们从价格上 重新拟定策略 要不下个月我们推出一个活动 一个月之内订车 无息分期付款 看能否刺激消费者的换车率 和购买欲望 这样的话 在资金方面 我们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呀 是啊 苏院长 我正在开会 结束后马上给你回电话 好 要刺激市场 就得有强有力的做法 这不过是我的建议 是否可行你们评估一下 这个星期把新的行销方案确定 别耽误时机 好的 好的 院长 我现在正在路上 马上到了 拜 好 好 好 先生 先生 先生你没事吧 先生 先生 你怎么样啊先生 先生 先生 开门开门啊先生 先生快开门啊先生 开门 先生 快开门啊先生 快开门啊先生 你怎么样啊先生 开门 喂 什么 在哪家医院 好好 我现在就过去 李鼎 我哥出车祸了 我现在去医院 我先走了啊 西子 你这样怎么开车 我陪你去吧 这样吧 我就不开车了 你还是留在办公室里 帮我盯着明天的准备工作吧 这样我比较放心 我先走了啊 小心啊 躺得厉害吗 爸 爸 哥怎么样了 小命算是保住了 可手骨错位 还断了两根肋骨 颈椎也有挫伤 刚才听大夫说呀 至少得躺着一个月 不会了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你快别乱动了 这样已经阿弥陀佛了 以后不准再开快车了 我没开快 还不找快车 山路上你都敢开九十脉 幸好没撞上人 是那个人突然冲出来吗 你给我安静躺着吧 没有痊愈 就休想提前出院 西子 你在这里陪你哥哥 我出去办点事情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 放心吧 爸 晚上再过来看你啊 爸 慢走 你呀 你呀 我拜托你克制一点好不好 有这么好看吗 你陪我出去吃个我吗 吃个我饭的时间都没有 哎呀 太好看了 你不知道啊 这个不禄啊 他很久没有出新作品了 哎 你看你看 刚刚出了一个新的 还不到一个月 点击率已经达到一百多万了 哎呦 他真是太有才华了 我真的好崇拜他啊 哎哎 你还不知道吧 是讲一个贱男 爱上一个傻女的故事 笑死人了 尤佳琪 你是怎么搞的 荣总这个案子 比预算低了一百多万 公司的净利润只有百分之八点五 你是替公司做功德的 怎么算的 报告王总 因为荣总说 今年经济不景气 他们不打算花钱 拍广告片投放 只拍平面广告 所以花了那么大功夫 又是赔酒又是赔罪 到头来你就 算了这么个破预算 你还敢车报上来啊 不行 下午再去谈 至少要增加五十万 记住了吗 否则别来见我 你们大家都给我听清楚了啊 以后每一个案子利润 没有百分之十五 别拿来给我看 成本要是压不下来 就说服客户增加予算 听明白了吗 别逼我裁员 我惨了 惨了惨了 你这百分之八点五都过不去 我得清清八宝周晚 一辈子也别想送上去了 又要低预算 又要低预算 还有高品质 还有满足女王百分之十五的利润 我死了算了 您谢谢不说一声 这可是你救命的仙丹啊 金哥哥 这你的创意呢 能满足客户利润还有能满足女王 我周景安定当 哎哎哎哎 千万不要以身上去啊 我对你啊 没 吸引他去 哪一座梦 去 哎 哎 拿回来 哎 我还没说给你呢 哎呀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那边闹啊 嗯 嗯 啊 我这边都死路一条了 你看荣总的预算 都已经开出来了 让我怎么去增加 我说你们两位姑奶奶 我可真是你们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嗯 如果要是没有垮的话 你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 嗨 你有招你就使出来啊 干嘛要在这里装天做事的 哎 我们可以去找阮总啊 当初如果不是她的话 荣总也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 所以说 她是我们当人不让当 好人选 嗯 哎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的低级 嗯 你看着两口我还做不到呢 不过说到这个阮总 他好像真的很久没有出现了 是啊 哎 佳琪啊 我觉得靖哥哥这个办法对你来说 就是大海中的福目 司马当火马医喽 哎呀 算了算了 因为我和那个阮总 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说不定我是谁人家都忘记了 我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 嗯 嗯 大不了呢 我自己去找荣总 我去找荣总 哎 混 你不说那个阮总对佳琪很有意思吗 你说连一个情节都只能跟周公约会的女人 那也太难为阮总了吧 你 Lat leopold 你你你你你可 这个沙心真的不见了 搞不好他交上了颗心 你也好 希望从此它就消失 省得我有这破财消责 你是罗半天 就是希望我们拍广告片是吧 但是这个成本 就会增加一百多万 将来的投放 还需要一大笔开销啊 我得考虑一下 现在这个经济环境 大家都在削减预算哪 对了 阮总他们的 广告代理也是你们做的 他们今年也不见得有多高吧 这个我不太清楚 他是我们王总的客户 不是我直接谈的 对了 你去看过他吗 看他 他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啊 他前一阵子出了车祸受了伤 在医院待了好长时间了 他没告诉你 我正要过去 要不咱们一起去 人家阮总对你可是不错啊 是 不过我待会儿还有点事情会耽搁一下 不然晚一点我自己过去吧 那好吧 我这样去看他好吗 会不会以为我喜欢他 可容总八成已经跟他讲过 我知道他住院的事情了 不去看我不行 不去看又不行 渺珈其 如果是一个普通朋友住院了 去探望一下也没什么关系了 干吗想你动 哎 护士护士 你能不能轻一点啊 疼死我了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来 把这个枕头放上面 一个护士护士 好 要是每个护士都像你这么漂亮 我看病人呢 都舍不得出院了 梁先生你还真爱开玩笑 我哪有 他还真是不缺你 要不要 我病好了以后 我请你吃饭 好啊 你喜欢吃什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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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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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